包启斯一直坐在那里 双手放在膝盖上 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 崔魏兹原本一直瞅着他 这时突然说道 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 多慕 我是芝盖亚 以及他的群体意识 多慕仰着头 以高亢的音调笑了几声 当他再度开口的时候 一张老脸堆满了皱纹 仍旧只有传说 当我读到有关人类历史的记载时 有时也会想到这个问题 历史记载 不论怎样仔细地收藏 归档 电脑画 时间一久 总会模糊不清 故事像滚雪球般的增加 传奇则像灰尘般的累积 约是久远的历史 急剧的灰尘就越厚 最后终于退化成了 传说 陪洛拉特说道 我们历史学家 对这种过程相当的清楚 多慕 传说 自由吸引人的地方 大约十五个世纪前 列贝尔 剑纳拉特就说过 精彩的假戏 驱逐乏味的真相 现在这句话 已经被奉为 剑纳拉特定律了 是吗 我还以为 这只是我自己发明的讽刺呢 啊 由于这个 剑纳拉特定律 我们的历史 充满了朦胧的美感 你们知道 机器人是什么吗 我们到了赛西尔才知道的 崔伟子随口答道 你们看到过吗 不 有人问过我们相同的问题 当我们 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后 他就向我们解释了一番 我懂了 你们可知道 人类曾和机器人 共同生活过一段岁月 但相处的并不好 这点我们也听说了 机器人都受所谓的 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 严格的约束 这可以追溯到史前史 三大法则 有好几种可能的版本 根据正统的看法 内容如下 一 机器人 不得伤害人类 或因不作为 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二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 机器人 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三 在不违背第一法则 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 机器人 必须保护自己 等到机器人 变得越来越聪明 能干之后 他们就对这些法则 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第一法则 做出了越来越广义的权势 并且 越来越以人类的保护者自居 他们的保护 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令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 机器人 完全是处于善意 他们显然都在为人类着想 为所有人类的幸福 不断地努力 偏偏 使得其反 更加令人无法消受 机器人的每一步进化 都是这种情况 更为的变本加厉 后来机器人 更发展出了精神感应力 表示连人类的思想 都瞒不过他们 从此以后 人类的行为 便受到了机器人 更严密的监督 与此同时 机器人的外形 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可是行为 仍是不折不扣的 机器人 图具人形 只让他们更惹人反感 所以 这种情况 当然会有个了结 为什么是 当然呢 佩洛拉特 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 直到现在 才发问道 这是 钻裸几牛角尖的 必然结果 最后 机器人 进步到了 具有足够的人性 终于体认到 人类 为何 憎恶他们 因为他们 名义上 虽然为人类 着想 实际上 却剥夺了 人类 应有的一切 结果 机器人 不得不 做出决定 无论 人类 照顾自己的方式 多么拙劣 多么没效率 也许 还是让人类 自生 自灭 比较好 因此 据说 永恒之境 就是 机器人 建造的 而永恒 使者 正是那些 机器人 他们找到 一个特殊的 实相 认为人类 出身其中 最为安全 也就是 独处于 银河之中 在尽完 照顾 人类的 责任之后 为了 切实 而彻底的 奉行 第一 法则 那些 机器人 自动的 终止了 运作 从此 以后 我们 才算是 真正 人类 靠自己的 能力 独立 发展 一切 独木顿了 一下 视线 轮流 扫过 崔尾子 与 培洛拉特 然后又说道 怎么样 你们 相信 这些 说法吗 崔尾子 缓缓地 摇了摇头 不 不 相信 我从未听说 有任何历史记载 提到过这种事 你呢 战诺夫 培洛拉特 说道 某些神话 跟这个故事 似乎有着 类似之处 得了吧 战诺夫 我们随便哪个人 编个故事 只要加上天花乱坠的解释 都能找到合拍的神话传说 我指的是历史 是可靠的记载 哦 这样的话 据我所知 应该没有 独木说道 这我并不意外 早在机器人 小声 移植之前 许多人 为了追求自由 便已成群结队地 离开了地球 前往更深的太空 去建立 无机器人的殖民世界 他们大多数 来自过度拥挤的地球 当然记得 长久以来 对机器人的排斥 新的世界 一切 从头开始 他们甚至不愿意 回顾过去的痛苦 屈辱 人人都像小孩一样 被迫接受 机器人保姆的照顾 因此 他们没有保留 任何的记录 久而久之 便忘得 一干二净了 这 不太可能吧 培洛拉特 转向崔薇子 不 不格兰 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每个社会 都会自行创造自己的历史 也都喜欢 烟灭敌威的出身 小几的做法是 任其被遗忘 几几的做法是 虚构一些英雄事迹 当年的帝国政府 曾经试图 抹杀前帝国时代的历史 以便制造帝国永恒的神秘假象 此外 超空间纪元之前的历史记载 现在也几乎全部消失 而你自己也明白 如今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地球的存在 那你也不能自相矛盾呢 战斗府 如果 整个银河都忘占了机器人 该呀 怎么会记得的呢 银河都忘占了机器人 最终不同 从机器人国度逃出来的流亡团体 其中有一批人 寻着塞西尔殖民者的路线 最后 终于抵达了改洋 只有他们这批人 从机器人那里 学到了精神感应的记忆 你知道吗 那的确是一门记忆 它是人类心灵 与生俱来的潜能 却必须通过非常微妙 而困难的方式 才有办法发展出来 想要将这个潜能 发挥到极致 需要经过许多代的努力 不过 一旦有了好的开始 它就会自动地 发展下去 我们 已经花了两万多年的功夫 而盖亚意识 就是这个潜能的极致 然 至今 尚未达到 炉火纯青之境 在我们发展精神感应的过程中 很早便体会到 群体意识的存在 首先 均约险于人类 然后 扩及到动物 接下来 是植物 最后 在几个世纪前 扩大 扩大到了 行星本身的 无生命结构 由于这一切 都源自机器人 因此 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我们 我们将他们 视为 导师 而并非 我们的保姆 我们总是认为 他们 帮我们打开 心灵中的 另一扇门 从此 我们再也不希望 关上 我们始终怀着 感激的心情 追念着他们 你们过去 曾经是机器人的孩子 现在 又成了群体意识的孩子 你们不是跟过去一样 仍旧失去了 人性的尊严吗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崔 我们现在所做的 完全出于自己的抉择 自己的抉择 两者 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并没有受到 外力强迫 是由内 而外 发展出来的 这一点 我们绝对 不会忘记 此外 我们还有一个 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是银河中 独一无二的世界 再也没有一个世界 和该亚一样 你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呢 我们当然能够肯定 崔 如果还有一个 和我们类似的 世界级的意识 即使远在银河的另一端 我们也侦测得到 比如说 我们就能侦测出来 你们那个第二基地的群体意识 正在起步 但这 只是最近两个世纪的事 就是在 裸乱的时期吗 对 罗 本是我们的一份子 他是一个极变种 擅自离开了该亚 当时 我们太过天真 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没有及时采取制止行动 后来 当我们将主意力 转移到外在世界时 便发现了你们所谓的 第二基地 于是把这件事 留给他们处理 崔薇子 茫然地瞪着眼睛 好一会儿之后 才难难地说道 再来 就接上我们的历史课本了 他摇了摇头 故意提高了音量 说道 该呀这么做 是不是太脑肿了一点呢 它应该 是你们的责任呢 你说得对 可是 等到我们 终于放眼银河 才晓得 过去 根本是 有眼无珠 因此 裸造成的悲剧 反倒成了 我们的警钟 直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察觉到 一个事实 就是 我们 迟早会面临一个 严重的危机 如今 危机 果然来临 但多亏了 罗这桩意外事件 我们早已有了 充分的准备 什么样的危机 一个足以使我们毁灭的危机 我才不相信呢 你们先后逐退了帝国 罗 塞西尔 你们拥有强大的群体意识 能在千百万公里之外 抓住太空中的船舰 你们又有什么好怕的 看看宝奇斯 他看起来 一点都不慌张啊 他并不会认为 会有什么危机 宝奇斯将一条美腿 搁在座椅的扶手上 冲着崔魏兹扭动着脚趾头 我当然不担心 崔 反正你会处理的 什么 我 崔魏兹使劲好道 独木说道 该呀 接着上百种 为妙的安排 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是要你 替我们应付 这个危机 崔魏兹瞪着独木 表情渐渐由惊恶 转为愤怒 我 太空如此浩瀚 为何 偏偏是我呢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不管怎么说 崔魏兹就是你了 太空虽然浩瀚 却也 只有你了 独木 用近乎催眠的 平静的口吻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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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